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下午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今天是2024年7月26日 星期五 农历6月21 我是新加入这档节目的主持人Nova 我是新加入本档节目的主持人陈涛 在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们向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嗨 我叫Nova 目前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的一名再度研究生 怀着对新闻播报的热情来到这里 很荣幸有机会参与这档节目 大家好 我叫陈涛 去年9月我进入了华大的传媒领导力项目就读 此前多年我有一些新闻记者的工作经验 所以非常高兴能够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 为大家带来我的新闻观察 下面我们就开始为您播报本周的热点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与每一个公民都息息相关的一件大事 选举 从7月19日开始 2024年华盛顿州的初选就拉开帷幕了 从这一天开始呢 大家可以通过邮寄选票寄出自己的这个选票 或者到8月6日出选日的当天 把选票投入位于全州各地的投票箱 这样呢就算是完成选举了 所以选举呢是每个公民的一项表达自己的权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呼吁大家都要 践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力 积极参与选举 那最新的数据呢是到了今天 全州各县其实已经收到了8万1000多份选票了 那么这个选举才刚刚开始不到一周哈 这个数量呢还是比较少 所以呼吁大家积极地参与选举和投票 那选民的资格呢是这样的 选民的资格呢一个首先你得是美国的公民 其次呢你是华州的合法居民 然后呢在选举入日之前至少年满18周岁 同时没有因为法院的命令而丧失投票资格 满足以上四点呢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投票了 那投票的日期呢其实从7月19号就已经开始了 就可以把选票通过邮寄 或者是其实也可以去亲自投到这个选票箱里面 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华州呢一共有18天的投票期 那么截止日是8月6号 只要你在8月6号之前投到投票箱 或者是在8月6号之前的一周内 把这个选票寄出那都是有效的 那整个呢选举呢是到8月23号会出结果 所以就是这个呢是整个今年这个非常关键的选举年的 第一个步骤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一次的初选期间呢 你选票上将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候选人 那到今年11月也就是跟总统大选 同期举行的这个投票日的时候呢 他很多的选举人只会变成两个 也就是说大量的候选人呢会在这一次的初选期间被淘汰 所以呢 这一次的初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还是非常多的 很多人呢也都收到了跟这个选举人有关的一个手册 那里面呢就包括了参与这一次初选的很多的候选人的信息 主要包括像华州的联邦参议员 众议员 州长 副州长 州检察长 州务卿 州财务长 州审计长 公共土地专员等等的一些华州的民选官员 以及像华州的州一级的议会的参议员 众议员以及西雅图城市议会的一些议员等等 就是整个的这个选举手册有一百多页 然后人非常多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些参与选举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既有这个从政多年的这种资深的政治专业人士 也有从来没有从政经验 但是有心为公众利益做一些工作的这些新的参选人 所以这个是整个选举的一个基本信息 那Nova你有什么想聊的吗 关于这则新闻呢 我事先去Google了一下相关的信息 然后关于这个2024年华盛顿州的初选指南呢 大家可以在Washington State Standard这个网页上面进行自行浏览 这个网页上面可以浏览到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州籍和国会竞选的候选人的相关信息 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州长 下一任州长出自哪个党派以及到底有哪些人参与了州长的选举 这些相关信息都可以在Washington State Standard这个网站上面进行浏览 然后关于州长的话呢 之前也会有一些采访的信息公布在这个网站上 我们知道州长是华盛顿州的首席执行官 也可以说是州政府中最有权力的民选官员 那么在今年当中呢 28名候选人将参加8月6日的初选 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荆棘11月的大选 在这个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四位受采访的州长的候选人 关于自己的生平生涯以及自己的政党 包括自己的从政上面的经验动机都有相关的采访 关于动机当中很多人提到希望能够改变州政府 改变州政府提高负担能力和公共安全事务的相关能力 我们可以在这些议题当中感受到 在本次选举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改善华盛顿州的生活经济状况 人们关于华盛顿州生活的负担 可以说是显著的大幅的提高 而且他们也在继续实施一些 政府也在继续实施一些政策 导致人们无法负担得起 愈发提高的大额的经济成本 包括教育啊或者说法律啊 以及相关的施政成本都在增加 所以说在接下来呢 可能有一个非常受人关注的议题是 接下来入选的州长如何来改变 人们在华盛顿州面临的经济状况 以及生活负担 是的 正如诺瓦说的 现在这个华州的选民呢 确实是对这个经济负担 或者生活中的这种高成本 是比较关注的 那么来自最新的这个民调呢 也显示啊 这个民调是西雅图时报和 和一些相关的统计机构 共同完成的 那最新的这个民调呢 就显示啊 对于所有的华州的选民来说 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生活的成本支出的问题 那么其次呢是保护民主啊 那么可能很多人都 都对这个一些在全国层面的一些竞选中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程序性的问题啊 或者是选举腐败等等的一些问题呢 更加的关心了 再往下呢 还有包括像边境安全呀 然后堕胎 枪支管理和边境和这个犯罪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议题 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但是总体来说呢 就是最多的关心的 还是这个生活成本支出 占到了所有选民的四分之一 而且从党派的来看的话 共和党一边的选民呢 更关心这个生活成本的问题 占到了33% 民主党这边呢只有18% 而独立选民呢也高达26%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这个 不能说大部分 而且应该说是主要议题吧 就是生活成本支出方面的主要议题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民调呢也显示 就是说对于下一任的州长 那选民希望他们从哪些方面进行 推出一些这个政策 来缓解高昂的这个生活成本 那第一条就是修建更多的可负担的住房 其实华州的这个住房的成本 确实是非常高哈 它的整个的这个房租水平 在美国是可以排到前十名的 然后呢对于很多这个 尤其像一些大学生群体啊 或者是刚刚工作的 没有什么积蓄的年轻人来说呢 房租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很多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呢 月收入可能是比较低的 只有个两千三千这样的一个月收入 那如果你把其中的超过一半 都放在房租上的话 那你整个的这个生活的 日常的开销就会非常紧张 那其次的话 第二个措施呢就是希望减税 因为大家还是觉得 华州的这个税收是比较高的 第三项措施呢是减少医保的支出 这三项是选民们认为 下一任州长需要发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 整个华州如果新选出来的州长 可以采取怎样的一些方式 来帮助居民和选民 降低生活成本 陈涛说的非常的仔细啊 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 在华盛顿州生活的居民 也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华盛顿州登革热病例增加 夏季初有需注意 华盛顿州卫生部报告称 华盛顿州登革热病例有所增加 那么登革热到底是什么呢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登革热又称断骨热 是一种由文字传播给人类的病毒感染 目前世界上约有一半的人口 面临登革热感染风险 估计每年有1亿至4亿人感染 登革热建于全球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地区 特别是南美洲和中美洲 非洲中东亚洲和太平洋岛屿 大多数感染登革热的人不会出现症状 对于有症状的感染者来说 最常见的症状是高烧 头痛 身体疼痛 恶心和皮疹 大多数患者会在1至2周内好转 有些人发展为重症登革热 需要在医院接受治疗 可以通过避免蚊虫叮咬来降低登革热风险 但我们要记住的是 在华盛顿州你不会主动染上这种疾病 你也不会从患有这种病的人那里染上这种疾病 这并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传染病 而出国旅行的人们需要注意了 登革热是由蚊子传播的和瘧疾很相似 卫生部门建议您在旅行前访问与登革热有关的健康网站 检查目的地的健康风险 并使用这些提示来保护自己免受细菌感染 那么可能有听众朋友要问华州也有蚊子呀 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是的 华盛顿州有蚊子 他们会叮咬您 但他们不会携带登革热或虐疾 相对来说 华盛顿州需要警惕的是西尼罗河病毒 西尼罗河病毒是一种通过蚊子的叮咬传播的病毒 大多数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人没有症状 大约五分之一的人会出现发烧 皮疹和肌肉疼痛等症状 在极少数情况下 西尼罗河病毒会引起严重的脑和脊髓炎症 因此不要对登革热感到恐慌 但请关注西尼罗河病毒 如果您长时间在户外活动 请做好访问措施 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 对于这则新闻 陈涛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确实 这个华州自然生态是非常好的 有很多的大量的湖泊 湿地 还有很多的森林 是值得大家在夏天这个美好的季节去进行探索 只不过夏天去这些地方呢 也是蚊虫比较旺盛的一个时期 比如说最近我在那个傍晚的时候 去华盛顿湖边去散步 去玩一下的时候 或者去徒步的时候 就感觉在太阳洛山的傍晚这个时间段 是蚊虫比较多的 所以一般我还是都会去涂一些防蚊液 等等的一些 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防护 然后让自己免遭蚊虫的叮咬 那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子的话 那更是要注意 因为小孩子的更容易受到这些蚊虫叮咬的 这个伤害 对的对的 尤其是蚊虫叮咬啊 小朋友容易在户外运动的手术伤啊 这些确实是需要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同样的 因为华盛顿州拥有多样的景观 还有充满活力的城市 人们非常喜欢在夏季的时候出游 尤其是进行户外运动 那么无论是在繁华的西雅图 Downtown 还是在奥林匹克半岛 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户外运动 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啊 享受这个出行 享受您的旅行 听众朋友们 您必须关注一些关键事项 比如说户外安全 以及最近的天气变化 以及在夏天准备好 应对好 蚊虫叮咬 或者说危险动物出没等等的 相关的事项 有助于提升您的户外运动的体验 同时华盛顿州及其户外运动 比如说远足 露营 划船 钓鱼 在出发前 您要注意 了解目的地区域的道路状况 天气状况 危险动物的出没区域 有助于保障您的生命安全 当然了 夏季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中暑 这个也不容忽视 那么接下来我来听 您说 对 另外还提示一点 就是因为 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热 也比较干燥 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是有发生山火的 这个可能 所以这个在夏季出游的时候 也要查询一下一些目的地区的一些山火的情况 避免是因为这个山火造成一些危险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是一些国家公园关闭 这些都是小事 你不能去了 是个小事 但是你去了 发现附近着火了 这个就是大事了 所以山火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 现在在华州南边的Oregon和北边的这个加拿大 都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山火的发生 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是的 说到这个户外的这个危险 前段时间呢 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他去户外可能觉得天气非常好 然后在户外大概待了两个小时 一直就是接受太阳的直晒 然后回到家之后 发现出现了一些头晕 想要呕吐的症状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接受太阳直晒 包括没有进行相关的运动保护 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那么回到家之后 可能就会有一些非常难受的感觉 为了避免这些呢 希望大家在之后的户外运动当中 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变化 同时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 补充水分 以及注意好防晒 那么同时大家也 尤其是在进行一些水上运动的时候 希望大家尤其是不太会游泳的人们 记得带好自己的安全措施 比如说像国内非常流行的跟屁虫 或者说儿童需要带好游泳圈 这些都是大家需要在建立在保障 生命安全的前提下 去享受户外运动 那好 我们先 现在的两条新闻呢 就先交流到这里 现在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 广告后呢 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的新闻热点 中文电台广告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我是Nova 我是陈涛 让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刚才我们聊到了 夏天的一些活动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进入的是 夏天西雅图的一项 非常传统而经典的 夏天的一个活动 叫Seafail 也就是西雅图的 整个的一个航空博览会 和蓝天 蓝天使特级飞行队的 特级表演 那Seafail呢 是75年以前的1951年 就已经开始的一项 夏季的传统活动 那它已经成为 夏图整个夏天的 一个标志性的项目 那今年的Seafail呢 将会从8月2号 也就是下周五开始 上午9点正式开始 然后一直持续整个周末 连续的三天 2号 3号 4号的 整个白天呢 都会在华盛顿湖上空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特级飞行的一些表演 或者是美军的一些 战斗机的一些飞行表演 那么具体的项目非常多样 可以去官方网站 进行一个查看 那官方网站呢 就是Seafail organization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去 查阅一下 整个的活动信息 然后有没有你有感兴趣的 一些特别感兴趣的 一些活动 然后呢 选择一个非常棒的 夏日的周末 来感受这个 天空特级飞行的魅力 那整个的这个活动呢 它会有一个主会场 是在西雅图侧 华州西侧的 西雅图这边的 Genese Park 那整个的这个 活动会场呢 它是周五是免票的 但周六和周天的 每人的门票呢 是40元 就是基本的票 那如果你要进场 还要需要 比如说有一些 更好的座位呢 它还有更高档的 一些门票 那整个的这个活动会场的里面呢 它除了是 你可以观看这样的一些 特别飞行表演以外呢 它还有一些 地面的一些活动 包括一些乐队的演出 包括一些food truck 一些美食的享受 和一些大家 在现场能看到的一些 比如说是美军的一些 仪仗队的表演活动 所以这个呢 是如果你要去 活动的主会场 那你可以选择 去华盛顿湖畔的 Genese Park 去参与这个活动 那因为它是航空表演 并不是说你只有在那里 才能看到天上的飞机 对不对 因为它整个的飞机的 飞行的路径呢 主要就是在华盛顿湖中间 的天上飞行 那么整个其实 环湖 尤其是这个 湖南岸的周边的 一些公园呢 也都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飞行表演 所以呢 这些地方都是免费的啦 有很多 所以大家在Google地图上呢 可以看一看 华盛顿湖周边的 这个西侧 然后南侧和东侧 包括Belville那边的 一些公园 可以提前做一些计划 约着你的朋友啊 带着你的孩子啊 一起到这个 湖边提前去一下 其实从早上9点开始 就会有这个 一些飞行表演了 那也是 大家可以一边看表演 一边野餐 或者一边烧烤 然后一边跟朋友聚会 感受一下这个西雅图夏天 非常经典的一个项目 那说到了这个夏天哈 因为西雅图人都是朝外夏天 因为毕竟冬天实在是太多雨 太漫长了 那夏天 整个过去的这个夏天 NOVA有没有一些 做过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U-Dub附近 U-Dub校园附近 非常有意思的夏季活动 前阵子可能是 差不多一周前吧 一周前我去了 U-Dub的Waterfront Activity Center 去那边租了一个kayak 和我的朋友租了一个double kayak 然后我们大概 划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结算出来的价格 差不多才二十几刀 不到二十五刀 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划算的价格 在这一小时当中 可以直接从U-Dub这边租船 您不需要带任何东西 您就只需要 穿着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可以穿着泳衣啊 或者说短裤啊 然后方便下水的鞋子和服装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 Waterfront这边的租船中心 然后会有工作人员 给您提供船奖 船带您上船 同时还会给您提供 相应size的救生衣 这些东西您都不需要考虑 都不需要担心 去那边就有一条龙服务 然后也同样的 也可以教你怎么上船 安全上船 然后之后您就可以享受 非常安全 非常舒适的水上运动时间 kayak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您也不需要 有任何的划船经验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 适合放松的 在水上享受 可能一两个小时完全放松 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活动 因为在水上您可以看到 非常多可爱的鸭子 在进行捕食啊 或者说跟他的小伙伴出来 就是寻游啊等等 这些都是亲近大自然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有望远镜 也可以带着去观鸟 如果有望远镜 别忘了带着去观鸟 对的 因为那片区有那种湖中岛 也非常适合观鸟 或者说去参观一下 西雅图这边 夏季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 另外我还想推荐的是 一种运动啊 运动赛事 我非常推荐大家在夏季 可以抽空去T-Mobile Park 看一看我们西雅图的棒球赛 棒球赛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 大众全家亲子一起去坐着 然后享受三四个小时 轻松无忧的运动时光的一个选项 尤其是T-Mobile Park 非常非常方便 就在Downtown 不仅交通便利 而且它有相关的娱乐设施 您甚至不需要担心 您在三四个小时当中 如果万一没有吃饭 或者说想要在哪里解决自己的晚餐 T-Mobile Park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餐饮选择 这些您无需担心 而且他们也有非常非常方便的 买票的选项 据我目前观察呢 从8月2号至8月7号 每天都在T-Mobile Park会有相关的比赛 您也可以观察 到底有哪个赛队是您觉得最好看的 您可以自己去相关的购票网站上面选择 有非常多票价选择 也有非常多的赛队选择 我相信这是一个夏季 享受夏季 而且甚至是享受夜晚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前几天我去看的 应该是在独立日前一晚的比赛 那一晚的比赛甚至在结束之后 还会有相关的独立日烟花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回忆 我相信如果说您之前没有看过棒球赛 不妨去试一试 可能花钱买最低票价 您都可以获得非常有趣的回忆 这是我的推荐 当然了我可能在最后私心来说 我还想推荐一下我非常喜欢的运动 就是游泳 因为夏季夏季实在是气候太引人了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其实温度都不算非常高 那么我在这边推荐一下 就是水温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比较恒定的室内泳池 比如说U-Dub这边的IMA IMA这边有非常成熟的 刚刚可以说是刚刚修建 晚上好的非常好的公众泳池 如果您现在是U-Dub的学生 那么就非常方便 您可以直接用Husky Card 购买夏季的membership 然后就可以直接享受您的游泳时光 如果您是对外的公众呢 您也可以联系您在U-Dub的学生朋友 可以为您办捆绑的membership 或者说您也可以直接购买 相关的会员卡 在U-Dub的IMA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游泳可以舒展身心 同时也可以锻炼体魄 提高吸费功能 我觉得在夏季 不妨去尝试一下这些 您以前可能没有考虑过 或者说您缺乏时间的一些运动 这是我的推荐 对 NOVA提了三项都是跟活动和运动有关的 那我来说几个娱乐的 像最近呢 其实在U-Village 就是华大旁边的这个商业区 每周三的傍晚的七点到八点半 它都会有一场免费的音乐会 就在U-Village的那个苹果店门口的 那一片人造人工草皮上 然后会有不同的乐队 带来不同的这个风格的音乐演出 然后呢 现场还可以 它会临时搭一个像是啤酒花园 这样的一个区域 大家如果想约上朋友 喝两杯吃一点披萨之类的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傍晚不太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有现场的乐队演出 有啤酒 然后还有一些阳光 和你的朋友在一起 这才叫做夏天 对吧 那除了音乐会呢 之前在6月底 6月29号 我和家人们也去了 这边就是华大西北边的一个区域 叫Greenwood那个社区 Greenwood当时做了一个叫Car Show的活动 它是每年都有的一个汽车展 而且它这个汽车展呀 主要都是一些 很棒很漂亮的老爷车 或者是一些特殊款型的汽车 或者是你有新的一些改装车 那我从那个有一百多年前的车 一九一几年的这种汽车 都在那个地方看到了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一些六七十年代的 这样的一些非常漂亮的 这个一些轿车 以前我们都是在一些好莱坞的 一些老的电影里面能看到 但那次在路边上几百辆这样的 很漂亮的这些车出来 然后我们都感叹 哎呀这个我们终于明白这个 为什么美国人的汽车文化那么浓了 因为过去的这种汽车 每一家的厂商 它的这种设计啊 它的这种配色啊 它的这种车型啊 真的都是非常的独特的 不像现在很多车都是 样子都大同小异了 我觉得现在车这么一千的好看 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活动的话 建议一定关注一下 明年不要错过了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汽车活动 此外呢 七月份呢 我们我还和家人们去了 西边的岛上的一个小镇 叫Hoslo 是叫做挪威小镇 因为那个小镇最早的定居者 是来自挪威 来自北欧的一些移民 所以他们在那个小镇里面呢 现在就有一个挪威风格的一条商业街 然后那边有欧洲北欧的一些食品 还有一些工艺品售卖 整个的小镇非常的干净 宁静 然后也非常的漂亮 也有一些海边的一些区域工人玩耍 所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可以去那个地方待一晚上 然后白天逛一逛玩一玩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从那边玩完以后呢 就是乘坐了轮渡 回到了西雅图这边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西雅图做轮渡 当时整个这个坐着大船 能看到西雅图 Downtown的整个这个城市的天际线 同时远方还能看到Mountain Rainier 和北边的Mountain Baker 两座雪山 那个风景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整个我们做轮渡的这个体验呢 还是挺好的 当天的这个是 我们是错过了前一班船 但是后一班船是还是相对比较准时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停车等待了四十多分钟 我们就上船了 然后开船以后的时间呢 大概也是半个多小时 那么你在半个多小时里呢 你也可以在船下层的车里面等待 也可以走到船上面的甲板去看看风光 或者是买一点吃的喝的 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都OK 但是呢 我今天 昨天才看到哈 并不是所有人的这个轮渡的旅程 都是那么顺利的 就在上周六 西雅图的Fontalary码头 就是南边 Downtown南边的一个码头呢 就出现了因为等待时间过长 有部分司机辱骂 轮渡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情况 那当天呢 是因为 据说呢 是因为工作人员不足 导致了原本计划 当天是有两班这个轮渡来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最后被迫减少为了一班 那只有一班船 然后跑一个三角形的航线 因为当时那个码头 还有和西边的Version和Southworth 三个地方 它构成了一个三角航线 那只有一班船 跑这三个港的话 那整个的当天就导致了大量的人员的 等待和积压 然后再加上那一天呢 据说是在岛上有三场婚礼和一场葬礼举行 那很多人都是要 对吧 掐着点 去到这个地方 觉得是正常过到了 对岸 然后要去参加一些这些活动的 结果不得不因为这个轮渡的问题 有的甚至可能错过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活动 那自然就非常恼火了 那这个不少等待乘客的怨气 就撒在了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上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很不体面的冲突 实际上呢 华州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华州实际上有全美国最大的一个轮渡系统 每年服务的乘客超过了两千万人次 那现在的船队呢 有超过二十辆的渡船 来每天再往返 在西雅图 然后西边的各个的大小岛屿之间 来为公众提供这个渡船的服务 那二零一八年的话这个轮渡呢 是乘客呢 是到达了两千四百七十万人次 是历史的最高记录 后来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是有所的下降 到了二零二三年呢 整个的这个下降 还是有一定的下降 那么其中呢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三角航线呢 是从二零一八年的三百一十五万人次呢 下降到了二零二三年的二百二十万人次 其实这个下降呢 还是超过了三分之一呢 而且在下降的同时呢 整个的这个准点率也出现了下滑 之前的准点率呢 是能够在百分之九十一点八 然后二三年呢 是下降到了百分之八十一 然后到今年呢 整个的情况也更加的不容乐观 那到五月份 五月份 这个三角航线里面 最高的一个的这个准点率呢 是百分之七十八 然后另外的有一些航线呢 只有百分之七十二 也就是相当于是 你可能去坐十次船 有三次都会因为这个晚点而耽误事 所以这个对两岸的居民的出行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那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 还是因为船只的不足 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船只和人员的不足 那么这个华州的这个轮渡系统呢 现在是有二十一艘渡船来服务公众 但是因为很多的船已经比较老化了 所以每年支出在维修和维护的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 这就导致了他缺乏一些资金去采购新的这个船来补充 因为按现在的这个人员和车的流量呢 可能需要二十六艘船才能满负荷的运行 所以首先是船不够的 其次就是因为老化和维修 然后再次的话就是一些这个员工的请假呀 然后人员不足啊 导致有时候就算有船也没有人来进行 足够的人员来进行一个保障 所以这些都是华州的轮渡系统遇到的困境 那今年的五月呢 州政府启动了新的船只的招标程序 但是招标只是新船来到的第一步 它采购完了才会由船厂去造船 才会下这个订单 然后造船的时间的周期也往往是需要几年的 所以预计最快要到二零二八年 才会有新船加入进来 所以最近最近几年的话 如果是经常乘坐轮渡的乘客呢 可能还是需要更好的规划自己的行程 或者是更多一点耐心和一点车上的一些娱乐设施 来让自己避免这种去责怪这个轮渡工作人员啊 发火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挪瓦有坐过这边的轮渡吗 或者你以前有没有坐轮渡的经验呢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我这边就要说一个很悲伤的事实 那就是我从来没有在西雅图坐过轮渡 就是作为一个已经在西雅图生活了快一年的人 我至今还没有乘上去Banbridge的轮渡 虽然说跟朋友说了可能有半年了吧 但是这个行程一直未能成行 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我本人不会开车 就是需要摇到一个愿意开车带我们上团的亲友 同样的呢还是因为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忙 我的朋友们都比较忙 现在就是处于一个缺人手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非常向往Banbridge那边的美好风光 以及上导可能转一转啊散散心 我觉得这是上班族周末可能抽个一两天 去享受一下周末闲暇暇时光的不错选择 当然在这里呢我可能要提到一个小的一个tips 那就是我在其他城市有做过轮渡 尤其是前段时间去纽约的时候 顺便去做了一趟尝试了一下 乘坐了免费的轮渡去看自由女神像 就因为有很多游客去纽约看自由女神像 都会想要登岛 但是当时呢我是觉得太阳太晒了 纽约的夏天实在太晒了 不像西雅图这么风光一人 所以说呢当时就选择了看小红书的攻略之后 乘坐了一下免费的轮渡 发现免费轮渡也不错 它往返的时候呢你可以相当于说 可以远处观看两次自由女神像 我觉得这是有时间吹吹海风的 游客不错的选择 陈汤你有没有什么关于做轮渡一些小建议 可以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啊确实是 我这边呢有几个建议 第一呢就是因为现在刚才我们也提到的 这个新闻背景里面啊 现在这个轮渡系统它面临着一些困难 所以的话大家出行前呢最好还是要都查一查 就像你用Google地图 有时候会查这个 你要出行的道路有没有拥堵啊事故啊 那对轮渡来说呢其实也是 就是出行前呢在它的官网看一看 有没有最新的一些对于班次的一些调整的 这样的一些信息呢 避免出现这种 突然因为各种原因耽误的这个情况 其次呢就是关于做轮渡的 其实买票的这个流程啊 比如是像Nova你没做过 其实就是你开车坐的顺着Google地图 去到那个轮渡的码头 然后到码头前面 它一定会有一个那个卖票的这样一个窗口 你在那个停了就可以买票 买了票就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 直接上传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呢可以有一个小的tips 就是它这个轮渡的售票的系统还挺有意思 就是如果你是从西雅图这一侧 坐到西边的各种的岛屿 包括Benbridge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岛屿呢 你是既要买车的票 车是根据你的车的大小啊 车重啊 它有不同的档次 然后同时还要买人的票 一个人的话 好像是六刀还是九刀 这样的一个票价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辆车 有四个人的话 你还要多交三十多刀的这个门票钱 车票钱 但如果你从西边的岛屿 坐回西雅图的话 人是不用出钱的 车是需要出钱的 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计划出行的话 可以比如说从西雅图开到西边的岛上 可以采取陆路的方式 比如说从Tacoma Olympia那边绕过去 然后再从那边的岛做轮渡回来 这样是可以省一点钱的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做轮渡的这样的一些建议了 下面呢我们再查播一条广告 广告后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的新闻热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 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 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CHIP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es.gov 迫致电1800-525-0127 并按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 欢迎回来 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下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 接下来一则新闻是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服务即将恢复 在今年的5月25日凌晨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技术系统 遭遇了勒索软件攻击 此次攻击影响了以下系统 工作人员和公共电脑 在线目录和借书系统 电子书和电子有声书 馆内WiFi以及图书馆的官网 图书馆立即采取了相关措施 包括聘请第三方取证专家联系执法部门 并将系统完全下线 以评估事件影响并尽快恢复功能 尽管西雅图公共图书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 遭受了勒索软件攻击和上周 Cloudstreet软件中断的双重打击 但图书馆将很快恢复正常 图书馆技术官员Charles Weasley 周四向图书馆董事会接受了最新情况 他说他预计所有的正常服务和操作 都将在未来四到五周内全面运行 由于刑事调查仍在继续 Weasley无法提供有关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 严重网络攻击的新细节 但在他提供了有关图书馆在过去两个月中 如何从技术挑战中恢复的见解 他表示上周的全球技术中断 对系统恢复之路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影响 Weasley表示IT技术人员必须访问所有27个图书馆 才能让台式电脑重新上线 但是由于得到了该市IT部门的额外支持 Weasley表示这只花了三天时间 而且产生了相关连锁反应 他表示他相信图书馆在未来的网络安全威胁面前 将处于更有力的长期地位 他预计公共图书馆计算机和在线系统 将于八月底恢复运行 以便顾客查看到期日和预定座位 图书馆顾客现在可以归还书籍和其他借阅材料 图书馆将归还日期定为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但图书馆官员表示他们并不着急 也不会收取预期的罚款 关于这个图书馆安全的事故 我相信这个影响确实很广泛 那么陈涛你有没有去公共图书馆借过书 或者说有没有关于图书馆相关的经历呢 有啊有啊 其实我来到西雅图不久 其实就知道西雅图这边有非常棒的这个公共图书馆系统 所以我当时就注册了这个系统 那当然一开始呢 我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这个系统呢 其实并没有去借书 因为我很多的书直接在华大的图书馆 就可以借到了 离我更近一些 那我用它干什么呢 那我用它来拿一些博物馆 或者是一些公园的免费门票 拷图书馆的羊毛 具体的方法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图书馆 西雅图和金线两个图书馆系统 给公众的一项 不能叫福利应该叫公益服务吧 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到博物馆去增添知识啊 尤其是带着小孩子去博物馆 带他们玩 那只要你是这个金线图书馆 或者西雅图图书馆的这个会员 这个会员也是免费注册的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图书馆的网站上 去抢一个这个PASS 就是算是图书馆的门票 算是一些博物馆的免费门票吧 这个时间呢 像西雅图图书馆是 应该是中午的12点左右 然后金线图书馆系统 下午2点左右 可以抢最近半个月 分别是最近一个月和半个月的一些免费的票 当然这个票是比较难抢的啊 比较热门的一些公园 比如像动物园 基本上一分钟就被抢掉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手快才能拿到 那除了这个抢票呢 我在5月初的时候还是确实去那个图书馆 借了借了两本书的 给我家小孩借了两个绘本 那小孩也很喜欢这个绘本 然后看了两周呢 他可能还想看 我本来就想去图书馆说去 看怎么能延长一下 结果上去以后就发现 很不巧图书馆受到网络攻击 这些系统都不能用了 所以那两本书一直还在我家呢 也不能也现在 我也是才知道 他要到8月底才算是预期哈 所以现在我们家孩子还看着那书呢 也是因为这个攻击 还让我们家小孩多看了两个月 他的这个书 当然我相信对于有书想要去借 或者是有期待这个图书馆 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更多服务的一些人群呢 被这个图书馆系统受到这种 网络安全攻击以后 瘫痪还是会造成非常多的麻烦的 因为整个图书馆实际上不只是借书 或者我说的这个抢票 现在整个的这个图书馆 它能带来给公众的 还有大量的一些这个这个福利 或者是一些活动 比如说对小孩的一些 每周很多的图书馆都会有storytime 就是对这种幼儿园的一些小孩 可以去那个地方听故事 然后图书馆有非常专业的工作人员 然后还会装扮成 比如说一些故事里面的人物 像白雪公主啊 或者一些小魔女啊 等等的这样一些角色 然后生情并茂 伴着音乐和音效的给孩子们 表演一个故事 我觉得甚至那个都算是一个小话剧了 然后可以让孩子们 非常沉浸的去感受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活动 此外呢 还有图书馆 还有对一些青少年 还有一些比如说职业培训啊 然后志愿者呀 帮助他们更多的 学习一些社会和工作技能的 这样的一些活动 也是非常棒的 此外呢 这个图书馆呢 还会对一些 有特殊需求的人群 也能提供帮助 比如说是一些视力啊 或者是听力啊 有一点点缺陷的一些人群呢 他在正常的阅读啊 或者是听有声书方面 会存在一些困难的人群 他也有相关的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 包括像一些这种盲人 或者低势力读者的 使用这样的一些辅助设备啊 或者电脑上的一些工具啊 都能够帮助这些 有特殊需求的人民 人们呢 去看书 去获取知识 尤其是在Downtown的这个中央图书馆呢 因为他也是 建的也是比较新 然后设备也是比较完善的一个建筑 所以他的一个LEAP实验室里面 就有最多的一个辅助设备 所以如果是有这方面 特殊需求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这个图书馆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所以您也可以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 去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进行一个具体的咨询 然后感受图书馆给您带来的便利服务 那我们这里也是希望 这个图书馆尽快的恢复正常 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人 可以享受西雅图的 和金线的图书馆 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阅读 和知识上的便利 是的 尤其是位于Downtown的 Seato Central Library 它是西雅图公立图书馆系统的旗舰馆 同时也是建筑爱好者的一个胜体之一 因为它是著名的结构主义建筑 它是一幢由玻璃和钢铁组成的建筑 总共有11层 于2004年开放给西雅图的公众使用 这个图书馆不仅有独特和突出的外观 同时它里面是非常错落有致的 拥有非常精密的内部结构 人身处其中就像置身在一个书海里畅游 非常非常的有趣 而且里面的书籍非常多 同时人们也可以享受安静的阅读体验 其实里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公立图书馆那么嘈杂 或者说人非常多 其实你可以在里面享受一个安静宁静的 在书海里畅游的下午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则新闻 关于华盛顿州的特殊教育的问题 刚刚陈涛有提到关于图书馆的一些无障碍设备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华盛顿州面临的特殊教育教师短缺的一个问题 华盛顿州缺乏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和助教 但该州并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只知道至少有1.5%的教师不具备工作资格 这是根据最新的州审计结果得出的结论 审计发现除了特殊教育领域的高空缺率之外 课堂上相当一部分教师并没有完全获得特殊教育方面的教师资格证书 或在该领域相对缺乏经验 虽然这一比例看起来相对较小 但它几乎是全州其他内容领域不合格教师教学比例的三倍 根据2024年专业教育工作者标准委员会报告的数据 不合格教师比例第二高的领域是小学教育为0.6% 根据州公共教学总监办公室的数据 华盛顿州约有14.3万名符合条件的学生 接受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 该办公室没有立即提供华盛顿州特殊教育教师总数的确写数字 但报告称 在2022至2023学年有5813名相当于全职的任职教师从事特殊教育项目 华盛顿州没有跟踪全州的教师空缺数据 但公共教学总监办公室在2024年的周预算预览中提示 特殊教育教师的空缺率远远高于普通小学教师职位的空缺率 华盛顿州立大学特殊教育助理教授乔西泰勒说 华盛顿州教师里资历不足的特殊教育教师 比其他内容领域的教师要多 这并不奇怪 泰勒说 我很惊讶这个数字这么低 即使不是每个州 全国几乎每个州都存在着特殊教育教师师之短缺的问题 各地区聘用没有特殊教育证书的教师 因为流动率和空缺率都非常高 他们需要人手 但这些教师又因为准备不充分而离开 这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周期性的问题 我们需要在系统层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培养更多教师 为他们做好准备 然后他们能够坚持工作 直至成为经验丰富的教师 并指导他人为他们提供支持 那么关于这个特殊教育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关注 但是大家又不太清楚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特殊教育的教师 以及成为特殊教育方面的教师之后 跟普通的教师之间有什么样的就业差别 那么我们今天要聊一下 关于造成华盛顿州特殊教育 师资短缺的原因 以及它的解决方法 那么关于特殊教育 可能大家都会想 那它是不是标准非常高 其实在华盛顿州目前需要应对的 这个严重短缺的问题呢 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一方面是公众无法得知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 另一方面成为了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的群体 他们无法在这个行业当中长久的生活 无法维持他们的正常的职业路线 那这一短缺影响着全州的学生 家庭以及相关的教育机构 那么凸显了需要我们立即进行关注 以及政府关注这个的长期改革 华盛顿州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短缺的因素呢 我们其实不难发现 它可能跟一些高留失率 以及倦怠率 还有教师通常面临非常大的课堂规模 学生规模 导致了老师非常容易倦怠 而且阻碍了潜在的对特殊教育 有兴趣的人们流入这个群体 流入该领域 同样的此领域可能也存在着薪酬不足啊 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 对于留住人才来说非常的不对等 以及缺乏相关的培训支持 比如说这些有兴趣 有志于投身特殊教育的教师 他们没有办法去获得全面的培训 或者说持续的专业发展 那他可能就觉得我可能需要改行 或者说转头到普通的教育当中 以及也存在着地区的发展差异 比如说华盛顿州 它可能也会存在着 现发达地区在招聘 或者说留住教师方面 存在着特殊的困难 他们无法留存住相关的特殊教育的教师 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或者说愿意留下来 支持他们的特殊教育发展 所以说这些方面的问题呢 加剧了这些地区 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挑战 那么呢 我们可能需要做到的就是 一方面要改善相关的招聘 还有就是留任率 以及还需要创造相关的职业发展途径 为有志于投身这方面 特殊教育的人才 提供全面的支持 包括经济 包括身心 以及还有包括相关的组织 那么陈涛 你关于这个特殊教育 你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经历啊 或者说个人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公众比较关心 但是平时又不太能够去了解到的话题 确实是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呢 因为有特殊需求的这个人 相对来说是少数啊 在我们身边不一定大家都能看见 其次就是说 他的这些需求 都是本身这个人少嘛 那他如何被满足的 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啊 亲戚啊 没有这样特殊需求的人 你可能也不知道 我呢就前段时间呢 有见到过 就是其实在那个 就在华大U District的北边 我们之前有一个很老的一个建筑 叫U Heights 是一个以前的一个老的学校 就在U District的相对北边 就是那个Farmer Market的那条街的西边 有一大栋建筑就是U Heights U Heights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就是 专门服务于有特殊需求的孩子的一个教育机构 我们之前也是在U Heights里面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看到过他们 他们就跟其他的一些幼儿园不太一样 其他幼儿园的可能就是一个老师可能带着三个五个 甚至是八个孩子 只要组织好这些孩子们出去玩耍 睡觉做手工 一天把这个孩子带好 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就完了 那这个特殊教育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是基本上是每一个老师配一个孩子 而且这个老师和孩子之间基本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本身可能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 比如说有一些轻度的自闭情况的呀 他比较难以和其他人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的呀 而且他的这个性格呀 或者是心理精神的状态呢 又比较敏感呀 或者是需要特殊关注啊 那都是需要有一个老师 相当于这个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以后 全天就是一对一的这样 来跟着照顾他 教育他 然后陪他玩耍 然后让他把这一天的这个活动做完 所以特殊教育不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随时了解这个孩子们的 他的一些一些反馈 他的一些情绪变化 是什么引起的呀 你要怎么样来回复啊 你怎么来应对呀 同时呢你还需要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储备 来来来引导这个孩子来帮助这些孩子 所以整个我的那几天呢 虽然我们是在里面做其他工作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特殊的学校的相当于对这些人才的需求 是需求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量是很大的 你要想他其他的这些幼儿园是一个老师照顾好几个孩子 但是一些特殊学校必须这样一对一的配对 所以这样对这个人力的缺口的要求就更大了 所以确实是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一些方法 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领域 那对于华州未来这个领域 培养和招聘到更多的合适的特殊教育的老师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也希望有关的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给到公众来了解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特殊教育老师的一些路径 是的 是的 尤其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从事特殊教育 然后他也说他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愿意自愿投身到这样有意义的行业中来 然后壮大他们的这个教师群体 为更多的孩子进行服务 那么感谢收听今天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以上内容也由Nova和陈涛为您播报 想要了解更多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的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还有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